吉恩香玄武功举办玄天上帝寿丹庆典 今年特别以捐赠平安米方式回馈乡礼 广大信众三星捐款 共买了600公斤白米 奔送给县内的弱势家庭 吉恩香玄武功建庙将近50年享火鼎盛 今年在玄天上帝圣诞举办祝寿大典后 特别以捐赠平安米方式 要让玄天上帝的恩哲普照设计 对于公庙的三星意据 吉恩香长游淑珍村长代表们 也都纷纷表达感谢之意 我们相信吉恩的关怀不会少 我们拓吉的乡镇邻里要更落实 所以我们会善用我们所有公庙 以及善心人士给予吉恩的关怀救助的工作 我们也会做好家户关怀的这个部分 今天也看到我们的代表还有村长一起来 我们相信我们把爱送给最需要帮忙的人 也要谢谢我们玄天上帝玄武功 给我们益助的关怀社会的这样的一个能量 那我打算说 这个来寄住泰昌村的比较弱势的村民 让他们也同瞻伐喜 在这边郑华非常感谢庙方 跟很多的善心人士 在这些年来 而且尤其是疫情期间 大家没办法工作 家里可能发生了一些困顿 在这个及时对的时候 捐出这个爱心的白米 真的是可以救助这些我们的这个民众 在生活上面的燃眉之急 轩武功这次与广大信众 购买了600公斤白米 要透过相公所物资捐赠平台 村长和社区志工代表们 分送给县内需要被帮助的弱势家庭 让社会大众的爱心 传递到各个最需要的角落 记者许丽琴简想报导